任你参选人 柯文哲是五党级 不过他在民进党内看起来对手 有一个跟他一样是政治素人的 其他的当然都是政治老将 还有一个政治素人叫做顾立雄 那么他们在前一天出席台日 台湾跟日本的和安交流座团队的时候 两个人没有什么互动 不过却有很多有趣的镜头 这个有趣的镜头代表什么 这个肢体语言它里面的意涵 政治意义是什么 来我们看看相关报道 柯文哲 顾立雄对手强碰 两个小时和安会议 大眼邓小眼全程美互动 不过看看两人的pose 污嘴 暴胸 喝水 握拳头 这是双胞胎吗 两个人动作根本同步更新 好像都是事前说好的 难道心有灵犀 一点头 纯粹医学上这种都叫互相暗示作用 没有以前我们研究过 包括连同一个宿舍的 或连月经的时间都一样 好像暗示是什么 没有那就是大家 表示说大家动作都差不多 哎呀暗示作用 我学你 你学我 没用啦 还是要做出自己的风格 你看见了吗 比赛就是这样的 好像跑步游泳一样 还比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又是冒充的 电影是神经典的对白 超级符合柯文哲的顾立师兄 这对选择站上的欢迎喜愿家 露网镜头 还有这团花 那今天是双科人类的记者会 应该是第一次 出席记者会 帮立委科技界民子弟兵站台 打出双科牌 拉台人气 不过主角却从刘世伟 转到自己身上 在年底的选举 所有的政治人物 关于何事问题 全部要明确的表态 不能再讲屁话 柯文哲哲虽然顶着政治素人头衔 但抢风头抢话语权 可一丁点都没有输给政坦老手 三连新闻 陈一必须会扩人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这个政治 有时候 不要太严肃 找一点 轻松的 大家看起来就有意思 这四个人 怎么肢体 这两个人 怎么四个动作 肢体语言都一样 所以换句话讲 这很差别 徐老师 在政治学 或者是在政治心理学里面 这值得探讨 他们是两个相近争的对手 虽然一个在民党内 一个在民党外 第二个 他们是高教育知识分子 所以我的感想说 搞不好除了外面肢体一样 搞不好在想同一个事情 想同一件事 都在想同一个民调 柯文哲就想说 如果他出来 我就会输他到4% 他这3%如果我跑来 我搞不好要怎样 就赢了 对啊 如果是 敌手中 他会有7% 我们两个合起来 这个大赢 你大赢了 其实 其实不止他们两个 在想这个事情 我想全台北采访很多选民 尤其范略或支持比较偏略的选民 其实都在想这个事情 就民党到底是力族 可是我也在想说 那如果最后 真的跌破大家的眼镜 连赢访问没有被国民党提名 那怎么办 那连加 怎么办呢 团结为重 连加 支持 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定手中 一定是这样子的 徐氏你想想看 我说一定 一定吗 应该会 徐氏你想想看 不过 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想的 那以后 习近平想说 那我要不要再一个联席会 你们家 选总统也输 选两次总统也输 而不是出来选市长 那你们家就没有什么用啊 对啊 就算想要怎么扶植你 怎么扶植 没上岸路用 没上岸路用 所以徐氏 蓝银里面有个说法啦 那什么说法 就是说连加 这样子垄断这个 好 让这个马英九 真的很难做 连加没有政治职位 还这么大影响力 这个就是最好处理的机会啊 所以可能没过的话 他会像赵少康一样 跑出来选 然后再喊气宝 把他气宝打过来吗 所以柯文哲讲过一句啊 他说如果连赛有没被提名 搞不好连加会来帮他选啊 哎呦 哎 这些就有学问也不过 我们要回头来看一下民进党 民进党用隐忧也有啦 不是没有 民进党不是有一个中央职位 他之前 有人说他是新潮流的 因为他当过陈菊的办公室的秘书 那他提出一个有关提名的整合方案 那当然要把柯文哲整合进来 当然没有过 不过没有过的时候 我们看看 段尼康 段尼康是新潮流 这里提到 民进党新潮流前总召集人 现在是立法委员 他说 选举前客利用党内职务 贩卖政治权利 和为了打击对手 对柯文哲戴红帽子 一样的悲虐 一样令人厌恶 那对柯文哲戴红帽子的指的是谁 也不必讲啦 所以换句话讲 整个 他认为不可以对柯文哲戴红帽子 但是呢 也有一些选举前客 一定要把 弄一些办法 把它整合进来 不过 他还是有讲一句话 我昨天在中央职会的发言 开中民意就告诉大家 台北市再也整合是必然的 谁也担当过去分裂面对大选的罪责 不过 整合是必然的 那为什么 对洪志坤的整合方案 他们要反对认为没有必要 或者是 拖久一点 结果洪志坤回应了 洪志坤说 有理 别优据派系啦 必然 就别开玩笑啦 昨天在中央职会的争议在于 现行提名办法 究竟有没有与在也整合的机制 有没有 洪志坤认为没有 所以要提出来 那当然 下场点也认为没有 不过 苏贞昌 新潮楼认为有 民进党是否应该回应社会要求整合的呼应呢 那整个这样讲起来 这两个这样一打起来 可好玩啊 所以我们 我们制作人现在正在跟洪志坤连线中 连线马上跟他对话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不过在这里我请教一下 文杰 是 这样卡起来 会不会民进党里面真的也是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蛮头痛的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整合 包括苏贞昌 谢贞昌 不管是党内哪一个派系也好 哪一个中职委 中常委也好 没有人不希望整合 那现在就是问题在于说 前天中常会他所增值的问题 也就是说洪志坤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他要把它明确调文化 就是说譬如说某一个 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某一个选区如果民进党输了三次以上 然后那如果说这个本党的候选人 输给对方5%以内 还是5%以外 那就得提名党外的候选人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都是针对柯文哲吗 那是不是如果说国民党党某一个人没有被提名 然后他可以来要求跟我们民进党的人 可是他的 来结合 他的办法不是讲说要非国民党 即国民党即不算吗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但是我们的提名办法 就是中职会 我念一下 就是说他说应以为党举财 争取胜选为目标进行征许 必要使主席的聘请征训小组 然后主席提案 然后中职会通过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我觉得就是最后 你最后就是以中职会来关于 我们现在已经跟洪志坤连线上 那刚刚的提名办法第五条 梁文杰认为说 中职会已经有授权给党主席提名了 这是提名办法的第五条 他认为有了 那当然洪志坤可能认为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跟洪志坤连线上了 志坤你好 国永律师你好 各位观众 老板大家好 你在中职会的提名里面 你开众民意识认为说 民进党没有整合的办法 没有整合规定的这些相关的规定办法 到底有没有 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用 大家不用打名字無詞 剛剛梁文傑講了第五條那一個 那個完全就是所謂的主席獨裁條款 在之前跟我現在講 他就覺得待一個人去中庭會 讓大家說要選擇選擇 但是梁文傑忘了一個前提 這個人必須是黨員 這個人必須是黨員 這就是為什麼 李秀琳總統 李秀琳部總統說 提名辦法已經定案了 誰說他沒有定案呢 所以今天的我們的理性黨的 市長的初選在啟動的過程裡面 然後接下來就要辦市長諮論會 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包括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也沒成立協調小組 協調小組也沒有提出任何的協調方案 也沒有什麼時程要做民調 都沒有談 那這樣的話 讓所有的參選人 包括李秀琳、顧利益雄、戰隊 這些人都很焦慮 因為他們不知道在打一個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到底的戰爭 那這樣你就不用去 可能其他的黨外的人士 去做整個的工作 是是是 不過文傑剛剛智琳的這個回應 你對智琳有什麼要提出質疑或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提名辦法是他們中職會通過的 其實我想智琳自己是中職委 他應該要比我更清楚 那條文上面他們沒有想到沒有講到說一定要以黨員嘛 他第五條他就是特別在針對說如果有這個黨外的人才更好的狀況或者說在監困選區 所以他就是說主席評估選舉整體條件 然後提出單一是當中職人選 有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 然後我們再請自分剛剛 沒有啦 郭文傑這個我說明一下啦 嗯 梁文傑也沒有開過中職會他不清楚 我講一下 在兩個月以前的中職會 謝長廷院長就曾經經過就第五條請教過那個蘇貞昌 說你會不會都用第五條來處理台北市的問題 然後蘇貞昌馬上就說我不會都用第五條 因為第五條是一個獨裁的條款 受益主席很大的權利 我要處理台北市市長 我一定會成立協調小組 由協調小組協調 由什麼樣的方式來整合產生候選人 所以在兩個月前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那今天兩位前所講的這個還提到第五條對他的問題 是在於說這個沒有人去不相信 怎麼會去不相信制度 反而去相信個人的判斷 不能把客人的意志淋加在整個黨的制度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所提出來的在野整合方案 所有的文字都是德 以德處理中職會所的決議 然後來辦在野整合 也就是說 我民進黨可以視我選區的需要 不是一體適用說 你所有的監獻選區都必須要用這個 在野整合的選選方案 而是我本黨中職會只要認為 有需要的黨主席 跟大家討論以後就是有需要的 那麼我們才適用這個整合方案 那現在制度我再請教你 那你提出來 你提出來的以後 那現在到底 這個方案或者是什麼時期 有沒有提到說 台北市長你們的候選人的整合 到底多久以前要完成 會不會等到黨主席選完了以後才完成 或者選前就會完成 徐律師我就補充 就是追著徐律師的題目問 就是說智坤那就是說你的感覺 你在中職會 因為最後做決定 還是在中職會嘛 對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案子 在中職會會復活的機會有多大 就是說因為你們上次提 應該算是沒有一個結果嘛 就整體而言你覺得 你覺得他復活的機會有多大 然後 那個 國永跟那個 那個永明會有問題啦 簡單講 前天的真實點就是在於說 我們這個要有一個日出條款 就是說 我這個習慣洪室婚的這個提案 阿密基 你說你幫我選這個小組來用 沒關係 但是你什麼時候要拿出來的報告 要拿出來的討論 要拿出來的決定 要不要定時制程 就是當天出現最大的衝突嘛 也是我跟段尼康最大的衝突嘛 就是說 所以早上到春會後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衝突跟折衝 所以呢 在4月初開中職會的時候 這個整合方案 事例就是要提出來 不過智坤 智坤我想 這個 在這裡我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提到說 有提到小段 那小段在臉書裡面有一段話 他說 選舉前課 利用黨內職務 放賣政治權利 黨內有職務的 你算不算黨內職務 我當然算黨內職務 這個選舉前課是不是講你嗎 所以他當然是在幫他修理 因為修理的理念 就是說 現在我是中職委 我怎麼能用 那個中華的人 那個雙方機 然後來東來 步步進逼 他的在中職會裡面的講話 怎麼是這樣講啊 但是我請問啦 黨主席自己也講說 我們不放棄跟戰友整個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黨內也都在初選 不同的人也在 包括像新潮流 段宜康他們 也都在幫顧利康選舉啊 那每一個人有 他不同的初選的對象 因為黨還沒有產生候選的人 那請問 這樣算是權利全克嗎 那新潮流的段宜康 運用縣市市長 來幫顧利康拍廣告CF 那他到底付了多少錢 還是說他到底是不是選舉全克 我去幫顧利康已經當義工 當了快四個月 顧利康辦公室頂多是請我喝一杯咖啡 有時候咖啡還忘了泡喔 我還要喝框水水喔 那你說我做全克 這塊 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 這一個 也有一個 被無期延期這樣的一個 本身的全局 因為為什麼 小多萬在當爭取小組 召集人 自己本身就在那狠狠地修理顧利雄 整個新潮流貼幫那派 修理柯文哲 修理一個禮拜 這個叫做沒有避嫌嗎 那個 那個是怎麼 他是權力黑幫 還是叫做權力全克 還是叫做權力全克 你啟動你看 我的人格比他高過一百倍 這個文傑也有壞號 要跟你對我話一下 你們兩個王家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兩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從台北市議員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沒有很擔心說 什麼選舉時程 然後趕快要定案 我沒有很擔心 因為現在 老實講 現在是我們市議員在初選 像我們市議員在初選 那其實是現在 從現在三月四到四月底 是台北市議員初選 最重要的時間 老實講 我們也不覺得說 現在在定案 或者是怎麼樣會比較好 也沒有 也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你認為 這個時程不是很感就對了 而且你看看 他們現在這幾個人在競爭 我覺得他反而有助意 你說顧利雄好了 他可以得到律師界 而且他還有很多社會團體等等 這些人如果不是顧利雄想選 以前這些人可能也不會站出來 那柯文哲這邊他有這個 醫師界或是什麼樣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競爭也不錯 所以時程不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們都可以把各自所的支持的對象 都拚出來 這個我們最後請那個志昆來回應一下 那文權是說時程也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還可以把很多不一樣的中間的力量拉過來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時程這麼重要 不是那個我們黨內的黨公司 就是說了算 而是說你看外在的社會的壓力 或者就是說 每天都在討論這個話題 對民黨來講 是不是受不三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本黨沒有發生過 我們自己在初選的過程裡面 還沒有討論跟戰略有整合的方案 那我今天只是提供一個機制 好 謝謝志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志昆感謝你因為時間的關係 對不起 我們有時間再跟洪志昆繼續來對話 不過現在有一個 新的一個新聞要來告訴大家 他說宣傳歷史的洪仲秋 這個案子是4點要宣判 那這些人到底會怎麼樣判 那現場現在在法院的狀況又怎麼樣 我們要連線我們外場的記者 曾宗威來告訴大家 宗威 好 直播各位觀眾 陸軍下是洪仲秋遭NURS的案件 從事發到現在已經是八個多月的時間了 但一路從軍事法庭已審到一般法庭 在今天下午4點鐘的時候 桃園地方法院將正式的對18名被告 做出宣判 我們穿白色衣服啦 他們剛剛我跟他聯絡快到了 那白色衣服就是簡單嘛 那我們要真相嘛 我們不想要黑箱作業 我們不想要這個違反程序作業的軍方這些流程 那我希望睿智的法官能夠給我們一個公平的判決 謝謝 其實對於判決的結果有沒有什麼樣的準備 我想判決的結果 由媽媽跟爸爸來講 我想這個案件如果判決的好不好 我想應該大家會想聽媽媽的感言 只要媽媽她能夠接受我就接受 謝謝 好那其實除了紅99之外呢 紅爸爸紅媽媽還有紅姐姐 今天全部都會到場來聆聽整個宣判的過程 其實今天除了家屬之外呢 這個紅99之前呢 也號召了很多支持者 希望在3月7號呢 進行這個公民覺醒白山日 所以今天呢 也有不少少的支持者到場呢 希望來聆聽整個宣判的過程 那其實預計喔 4點鐘的時候會準時開庭 下任何最近情況也將隨時為您掌握 想盡頭交換給朋友內 來我們謝謝我們的記者 曾宗威在現場 在法院的現場來告訴大家最新的狀況 4點要宣判 鎖定我們3例的新聞 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這些訊息 您都可以立即掌握 不過在這裡我們要回頭看看 剛剛跟洪志昆的這一些對話 提到了跟段黎康康的這一些 所以洪志昆他也提了一些話 我們大家看 他說 有理就不要優惠派系 避嫌就別開玩笑啦 他說民進黨裡面這些中中指委 還有包括這些立委 難道你們就沒有為特定對象來服選嗎 在民進黨出選的時候 包括南投 包括雲林 你們的派系都沒有下去服選 但有服選啊 公眾開戰台咧 他說你們就可以 那我洪志昆一出來就變成選舉前客 我就是利用黨內職務 他說奇怪怎麼變成這樣子 所以洪志昆就要講 民進黨還是有一點沒問題呢 許醫師 這個權力黑幫 這個選舉前客 民黨內這個黨公職畢業之間這樣 我要講 這個事情有好幾個層次 一個是政黨的形象的層次 就是說 民黨怎麼去回應 這個社會的需求跟壓力 第二個層次是 就是這些精英之間層次 比如說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講一個話是對的 我覺得對民党也要去想 就是說 這個如果跟連勝文 跟丁首宗都這麼接近 有勝選的機會 許醫師如果萬能不得已 最後是三組五人 而且是這個局面 如果真的選出是這個局面的話 就是說 那對綠營的群眾 這情何以堪啊 就是說如果是一組 有可能贏啊 那如果分成兩組 氣保 氣保氣不乾淨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重難是氣保 人家國民黨氣保是 氣保在初選 因為民進黨被氣保在大選 這個高一下就立判了 那誰有利誰不利 你就馬上看出來了 請問那這怎麼辦 我覺得啦 這個我也講過很多次就是說 從去年到現在 那到底怎麼整合 已經談了四個月 那你至少也要有一個方案嘛 那不要說已經過了四個月的時間 那到底要怎麼整合 到現在連個辦法都沒有 我覺得中間職會或者是 黨的重要的領導幹部 其實都是失職啦 我覺得那你在等什麼 你告訴我嘛 你到底在等什麼 等什麼有什麼理由 我說還要再繼續延續下去嗎 剛剛文傑講說不急 沒有錯不急 那到底你到底不急 那這段時間到底 你總是要調一個遊戲規則嘛 那假如有一個遊戲規則 我都贊成 你要五月要提名也好 或者是要初選也好 或者要幹什麼 你總是要有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都選過去啊 你什麼時間投票不知道 我錢要怎麼開 我就說我要怎麼當時就說過 我今天三個月說過都開了 我收了我沒有錢 你跟我說五個還要籌算 對不對 所以對黨的這些參選的 包括許天才啊顧麗雄啊 或者李秀蓮同志 其實都不公平啦 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說 你遊戲規則就把它定下來嘛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 除了說周波亞退選之外 其他看起來也沒有黨中央說 那你不要選 或者是你們自己 我們民進黨去整合一個人 跟這個柯文哲去PK去民調嘛 所以整合都成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就把遊戲 你也不要再去管說 這個是黨大家要共同承擔責任 中央要把責任單下來 大家承擔責任 遊戲規則就把它定下來嘛 參選人的反派 那是參選人的事情啊對不對 不然有了參選人 一個人三種意見 你怎麼去等參選人表達意見 所以我回頭過來講說 剛剛大家在扯什麼辦法 不辦法的事情 我覺得坦白講都是煩死的 你民進黨 欸 大家都逃人 大家都身金擺蛋 你看我跟文傑或者這些人 我們都是黨的重要的領導幹部 想四個為什麼想不到辦法出來 這個黨就要拐問 那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辦法 其實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嘛 跟有沒有辦法 我覺得都是其次 大家記憶一下 當時陳明文跟何嘉榮的事情 何嘉榮民進黨提名了 已經提名了 結果後來跟陳明文 跟他比 對 那民調後來還是產生候選人嘛 陳明文 更何況這一次我們在 2014年的縣市長提名 就單獨的 為了這次縣市長提名 縣市長的先提名 然後怎麼樣 民調怎麼樣 黨內的怎麼樣 這個遊戲規則都有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即便說沒有遊戲規則 那辦法也可以改 現在我幫你補充 你現在要這樣改 會不會是蔡英文講的 陳明文那次 這次不一樣 因為陳明文那個時候 他是表明說 我要帶整個派系來加入民進黨 他也選上以後 他要加入民進黨 但是柯文哲一說 一拳條也不需要加力 這也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說 加入在野帶來的民進黨 不管 但是你總是有辦法吧 你不可以跟社會台中 我們民進黨直接說 你最四個月最沒辦法 不然你是在等什麼 不過對一個外縣市 不是台北市的事業員 或參選人來說 我覺得台北市的整合方案 是不是要快點有整合方案 整合方式怎麼做 我覺得那是一個回事 可是這個辦法拿出來 是全台灣一體適用 像桃園 桃園也算監獲選區 三屆沒有選上 桃園是不是也要用這個方案 那如果國民黨討厭無家的 跑出一個 比如說議長要脫黨參選 投資假設 那我們是不是要接受他 來跟鄭管鄭管鄭管 這樣說民進黨 為了要主決全世界六十億人口 可能是自己民進黨 很漂亮是要跟民進黨說準的 所以就沒完沒了 我想不會這樣子吧 就這個煩惱 我可以做一個比喻 就好像有人說 千萬人家出家做黑手 大家都說出家 不就絕種了嗎 放心啦 我們全台灣不會每個都出家 也不會每個都去當神怒 每個都當修女 所以這樣子講的話 就好像說 懷疑每個人都會出家 所以大家都不要出家 懷疑隨時找個無家的人 找個誰的人 馬上要跟民進黨整合 民進黨再跟他整合 這個我覺得是已經 超越那個邏輯的 其實有人是有用這個邏輯啦 用這個邏輯 幹什麼用 就是要消滅那個教派的時候 用這個邏輯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常事 因為民調每天大家都在看 我想各個家做民調差不了多少 那在這樣結構之下 又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方法的話 那很擔心就是 是不是柯文哲立刻就變成候選人了 所以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隱憂 那我們拿出來來討論 這個我想兩個政黨 要趕快去處理 我們希望 以民眾的利益跟福祉為最大的考量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等一下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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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